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頂了 我頂了 我頂了 其實有沒有人做都不成問題的 那不會 有人特意留言說要等你回來的 你知道嗎? 是嗎?不是吧 科學新聞其實我也有跟進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就覺得很難頂 例如是什麼呢? 就是今屆最新班的事實副長 其他我不講了 其他待會你講了 這個數學獎頒了之後 我不太看明白裡面 頒這個獎的理由是什麼呢? 這麼說 一定是有滋陰 我也不會覺得他決定評審是有什麼 令人提笑皆非的過程來的 但是我是覺得 尤其是如果你選擇要頒數學獎呢? 你要解釋給公眾聽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就是我會覺得你找到一堆行內的專家來評審 這件事是不是厲害呢? 我覺得反而不是最難的 這件事是難得就是說 你數學呢? 你怎麼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很普及的版本 去告訴別人這位數學家的貢獻在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以往介紹的那些什麼 非議師獎 甚至是邵逸夫獎的數學獎呢? 有一些題目都還可以叫做嘗試跟大家去講清楚一點 但是老老實實 真是不是每次都可以 是啊 我們不會質疑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喂 邵逸夫獎的江湖地位都不低啊 是吧? 就是很簡單的 當然啦 當然啦 就是你拿很多 我會覺得以往看回我們 我們基本上年年都有去看回 就是我們都會覺得實至名歸的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數學方面科普的能力這麼... 就是為什麼這麼難呢? 我想很多時候是 你數學呢? 以我們的期待就是 我們認為數學家做的事情就是 你去計一個別人計不到的數字 於是就可以解決一些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是其實你問數學家呢 我覺得更加多的工作 是將數學的結構搞清楚 就是譬如是有一些的方程 它不只是說很技術上 你不要將數學家純粹當一個計數機 你去將這些東西 別人解不了 然後你聰明去解決 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個當然是他們其中一部分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說 有時候去看穿了一個數學的規則 令它將一些我們原本以為彼此不連結的領域 他們能夠將它看成為同一種的問題 於是你站在一個更加高維度高觀點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發覺可以有一些你沒有想過 原先的一些手法來去處理一些的問題 現實上有沒有一些的例子呢? 台長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前幾個星期的時候 去討論過那些虛數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在這裏都可以作為一個比喻式的例子 就是我們講的虛數的東西 跟今屆邵逸夫長這位數學的得獎者去做的東西 就不是太直接關係的 但是很多時候數學家的角色 我想用這個虛數的例子來說明 我記得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的就是說 原來在一些特定的物理系統裡面 你解了那條方程式 它就可以告訴你那個鐘擺的頻率是多少 要描述到那個鐘擺運動 但是如果你願意走到虛數領域的時候 原來整個虛數領域的方程是可以一次過將你整個這個鐘擺系統 無論它是個鐘擺運動 甚至乎它的鐘擺運動怎樣隨時間去衰減或者逮增 它都可以能夠去統合得到 於是乎在我們現實世界中 我們認為好像是有兩種不同的物理現象的問題 原來可以歸結同一種的方程 你只需要看虛數的那部份 就是將那個方程看的那個圍道 眼光、目光放軟一點 你就可以將多種的現象 是統合了在一個數學的結構裡面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的數學家之所以為之厲害 就是很多時候能夠看得出別人看不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它不是只是說它看不知很高的圍道 而是很多時候是看穿幾個不同領域的問題 那這次這個邵逸夫長的這位數學家 其實老豪實在說 就是獻醜不如藏絕了 就是具體上它做的那個研究領域 是它具體的數學問題的理論 它那個最直接的貢獻在哪裡呢? 那我自己都一時間掌握不了 但是其中一個看到它那個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似乎是有能力去把一些數論裡面的問題 以及一些叫做組合學裡面的問題 台長可能你再補充一下 它裡面有幾個不止的 就是幾個領域 它就能夠去 能夠將幾個領域裡面的問題 去嘗試在一個它自己想出來的數學框架之內去處理了出來 所以可以說就是這些一個大師能夠將幾套武能秘笈去融回貫通 這樣連的一種這樣的概念 你可以想想 剛才你提到那裡 我想大家不要有一個誤解 就是這些東西跟我們現在戰術世界是無關的 是很離地的 其實不是 因為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Modern applications in cryptography 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combinatorics 那個呢 我不記得中文名叫什麼 其實就是跟現在的密碼學有關的關係 是的 因為我們講數論 數論裡面其中一個 我們很容易搜到勒萊講出來的問題就是 怎樣去判定一個數是不是質素 或者我給你任何一個應該是合成的數 你可不可以將它拆解成為兩個質素成埋 或者如果那個數是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很容易的方法來去approach 告訴我們 究竟這個數是由哪幾個數成埋 一起得到的呢 當然如果它是一個純質素 它就不會有任何 就是不會有任何組合可以成埋得出這個數 是不是 因為合成數就是有多過一塊數成埋出來的數 是不是 所以在這些數論問題裡面 你是怎樣判別一個質素呢 或者是你怎樣將一個大數去做分解呢 其中是這個數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來的 那究竟這些這樣的問題怎樣可以透過這位數學家 他的名字叫Peter Peter什麼呢?他的姓名字是 Sanak 是的 那他究竟是建立了一個什麽的理論來幫我們靠近這些問題呢? 這個我們要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才去賴回來 我看了之後我投降了 我真的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就是the search for almost primary use of polynomials inspire subsets arising at the orbit of the fin group 我只是聽明白這個polynomial這個字 其他全部都不明白的 是的 有一些字眼我都盡量 就是我自己都看的時候 我都有點悲忌的 就是講那個affine group 那些什麼seed group那類的問題呢? 那我都真的要有一定的根底才能夠做得到 那這裡我自己 就是我不想令到大家覺得好像有一些東西 可以給陳志文隨時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就將它以為就是這麽簡單 就不是的 就是這些東西是很深的 OK? 就是我寧願承認我這裡 我沒有這樣的學問去處理這件事就算了 所以我們不花時間下去了 但是anyway就是這個邵逸夫長他頒了 其他有哪個獎你覺得可以看一看? 因為他頒了另外還有天文學獎 和那個生物科技 天文學獎那裡其實就 你會發現邵逸夫長他每年頒那種 都是關於某一種特定的天文現象 那位大師很有創建 譬如以前是講到那些李克棟也好 或者是那些叫做加碼石線天文學也好 那這次這位印度裔天文學家應該 那他獲獎的原因就是他對於那些叫做 就是解釋 亦都可以inspire到 就是令到啟發到別人去 去了解他這個問題 就是他對於這一種這樣 這樣類型 特定類型的天體 有一個很深入的研究 那在這裏就詳細就 我不重複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要介紹 那以往我們都曾經介紹過一些 就是天體的特別現象 你說如果說 加碼石油線爆發會不會是 跟那些超新星爆發有關呢? 或者是跟一些黑洞或者中指星去互相撞擊 這些有關呢? 那對於那些比較細型的 很短促放出來的輻射量 還有那種輻射不是那麼強的 但是又很短促的這種現象 背後有什麼很獨特的一些天文 而我們是不清楚的 那其實往往就是 原來是對於一些比較細的天體 它有一些其他的機制 令它產生到這一種這樣的放射 那其實每一種特定的現象 背後總是有一個特定的物理 令它引發到這一種這樣的放射現象 那令我們去透過量這些 就是很短促的這些墨充的時候 又更加能夠了解到 背後有什麼新的 我們以前沒有想過的天體現象是可以出現的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印度裔的物理學家都很強勁的 他們就是為什麼 他們好像那個天文學的基礎 就是那個infrastructure 其實不是那麼強的 但是為什麼出那麼多人才呢? 理論 他的理論很強的 就是我們很久之前說 你說有一位叫Tranjer Saker 是不是? 就是他是搭搭船 就是計算一下數 然後寄給愛因斯坦 就是他自己是 就是印度在這些領域 應該這麼說 天文學領域裡面 理論研究方面 一些都不落後的 現在我們甚至乎有一個叫做 在天空運行了很久 專門用X光的光譜來探測天體的一個望遠鏡 就是叫Tranjer 就是以這位 就是以一位印度裔的天文物理學家來去命名的 所以就關於這個 就是我會這麼說 關於這個Shor Price的天文學獎 近幾屆基本上都是頒給一些 能夠對於一些獨特 之前我們不太了解的天文現象 能夠給到一個圓滿解釋的一些大師 好 那我們接著誰值得說呢? 就是這個Shor會獎? 說了第三個 因為純粹我們都希望一節可以盡量搞定這些東西 第三個就是關於那個生物科技那個獎 也都跟醫學有關 我覺得就比較大家容易接受了 地中海貧血很麻煩的 而且我們知道是一些遺傳性的疾病來的 而且那個小朋友一出生 就會是要一輩子接受治療的 就是會是一種由先天基因性帶來的病變 很多時候這些地中海貧血還會伴隨著一些 一些可能是一些唐氏綜合症等等 那原來我自己一路沒有留意 這個真的是小弟自己孤陋寡民 那原來今屆的邵逸夫長頒給的這兩位學者 那他們是為這個地中海貧血 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是令到這一種原本我們認為 沒得醫基因給出來的病 他就找到一種基因療法 來去介入 來去可以令到這個病有一個治療的方案 所以我就會說 現在這個地中海的貧血 如果在這個治療方案之下 似乎就令到後天所需要的那種長期的照顧 還有那個耗費的醫療資源和治療的痛苦的過程 就會大大的減輕 那所以我就會 這裏我想就大家很容易明白 這裏其中一位台長說出來 就是他是馬來西亞裔的一位學者 那他就有份貢獻了這個地中海貧血的 這個基因療法的研究 馬來西亞裔的銳學者 我猜是華裔的 甚至我現在在檢查 但是這個不是最大的問題 說不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政本身 其實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這麼難去找到那個根源呢? 那他具體的介入機制那裏 那我這裏也都沒有能力很仔細去介紹 在他那個基因療法裏面呢 他似乎是找到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機制 就是可以在很早那裏 就去介入到那個過程 令到他呢 就是重新去啟動回那個做血的那個能力 就是那個貧血的 你知道那個 基本上的原因就是那個人的做血能力 他怎麼去生成那些血紅蛋白那裏出現了問題 那似乎他就是可以 叫做你找回那個制來開著回去 就是叫做過分地理解就是這樣 但是你那個 他怎麼去追本索源 去找回這個東西 究竟那個制原是這個制 令到你可以製成一個療法來去 提供那個治療方案呢? 那我想這裏才是那個最厲害的地方 那其實在這個星期那裏 就是我想我們下一節會講的 我會認為這個星期 真是發生最厲害的那個科學進展 就是在這些介入那個人體 那些這樣的免疫的機制 而很多時候會往往用到這個 分子生物層面和基因的方法來去介入 來去對一些我們一向認為是絕症的病呢 是有一個療法 那就是什麼呢?就是講到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 那個關於愛滋病疫苗的進展 是有一個非常突破性的進展 在剛剛這個星期那裏公佈了出來 那我想我們下一節會講這裏 在這裏看一看了 就是真是華裔了 就有中文名的 鄧瑞麗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 我不是另外一位才是哈佛大學的 但anyway就是 就是恭喜幾位的得獎者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講講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醫學上面的突破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講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啦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對不起